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暴力犯罪是指使用暴力手段蓄意危害他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全的犯罪行为 暴力犯罪有着多种表现形式 常见的暴力犯罪有暴乱、聚众扰乱、聚众斗殴的 这种犯罪形式对社会有着重大危害 执法人员在防止暴力犯罪蔓延时往往会使用枪械进行威慑 但是因为暴力犯罪往往发生在人口较多的地区 犯罪分子和无辜群众混杂在一起难以区分 执法人员很难对犯罪者实施重点打击 若是贸然开火很容易误伤甚至危害无辜人员的生命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五爱发明 今天来到演播室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彭老师 欢迎彭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要给大家谈论一种武器 就是我们经常在影视作品里看到的枪 我们知道枪是一种杀伤力巨大的武器 一旦子弹发射出去的后果是非死即伤的 但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安全 在遇到一些暴力事件的时候 我们的警方又不得不使用枪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暴制暴 对 从传统意义上讲 我们枪就是追求它的威力性 比如说它的杀伤力 它的准确度 它的射程等等 但是在有些环境下 你不宜使用杀伤力过大的枪 比如说我们要生擒犯罪分子 我们要考虑到周围这些围观的群众等等 所以你要考虑枪在使用当中的另一面 它不一定要杀伤力那么大 确实一方面就是我们是有时候不一定是需要对方致死的 另外呢就怕那个子弹出去会误伤到其他的公众 那么有没有一种枪能够既制止暴力事件 又能够控制它的这个杀伤力的范围呢 巨大的杀伤力和破坏性 在普通人眼中 枪械始终是与危险联系起来的 这种危险性尤其体现在执行防暴任务的过程中 因为非法游行集会和暴力事件主要发生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地点 战场环境复杂 枪械主要作为一种威慑力量来使用 但是矛盾一旦激化 必须开枪射击来支持情况恶化时 枪械往往会造成人员伤亡 常见的枪械种类 有冲锋枪 小口径步枪 狙击步枪 剑弹枪等 这些都是杀伤力非常强的武器 那么除了这些枪械之外 有没有一种更加注重威慑 威力却不至于使人重伤或致死的武器呢 杨惠普从事紧用防暴武器的研究和设计 已经十余年了 他所在的金融装备研发团队 一直致力于制造一种 能够让敌人丧失战斗力的同时 将威力减小到不至于造成重伤或致死的武器 经过对国外先进经验的吸取 以及长时间的研究和探索 研究人员发现 非致命型武器 主要是从线弹枪演变而来的 线弹枪是一种中近距离威力巨大的武器 它最大的特点是 同时发射多枚千弹丸 对目标造成伤害 主要用来对大范围多目标进行面杀伤 被线弹枪正面击中的人 即便逃过一死也会深受重伤 这么大杀伤力的武器 要让它变成杀伤力比较小的防爆枪械 真的有可能吗 杨慧普所在的97式防爆枪研发团队 试图以线弹枪为基础 制造出我国的首款防爆枪械 我们的记者找到它时 它正在试射一种线弹枪 把板的位置在15米外 线弹枪一枪打下去 把板上就布满了弹孔 虽然射程不远 但是这种枪的威力非常强大 足以将一个没有穿着防弹衣的人 打成重伤或者直接致命 杨老师 您打的这把是什么枪 这个是裂枪 这是在国外呢 也是警察普遍使用的一种散弹枪 它的这个效果呢 就是打散弹威力特别大 那咱们去看一看呢 这个打的效果 看看我再试验一下 行 看看您的这个枪法怎样 好 这是国外普遍使用的路弹 警察使用的路弹 它的威力非常大 能够在50米距离 也可以打穿松木把板 松木把板 对 杨贵子介绍说 它设计的是一种松木把板 那么为什么要用松木把板 来作为目标呢 这个松木把板的话 是咱们打把的时候 采用的标准板是吧 这个是一种习惯性的 这个测试方法 那么一应错后的松木把板 它后面就干净 就可以把这个板的重伤或者致死 按照杨慧普的介绍 松木把板是一种 可以衡量子弹威力的目标 那么现弹对于松木板 究竟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呢 我看这个板上边现在全都是弹坑 您刚才打了这是几枪 我打了五枪 五枪 那您看就是这个上边 致命伤您觉得大概有多少处 这基本上都是在致命位置 都是在致命位置 这是头部 这是这个心脏部 那现在这个怎么看出来 全都是致命伤 根据这个是实验惯例 那么能把木板打穿 那就是变成重伤或者致命以上 就是把这个松木板打穿了 对 那现在都打穿了没有 那咱们去看一下 好的 这是所有的弹丸几乎都穿了 所有弹丸都穿了 都打穿了 都打穿了 这就能对人致死或致重伤一伤 致重伤一伤 那么像这把枪的话 威力这么大 那不是就是说产生的效果 应该挺好的吗 对于这个枪战的时候 发生枪战的时候 它是非常实用的 因为是要致死 那么对于其他场合下 有很多场合是不实用的 威力大本来应该是枪械的一个优势 那么它在什么情况下 会不实用呢 因为它一打 这个范围比较大 容易对别人造成误伤 或者是本来不致死的情况下 你要把他打死了 那么这个事情容易引起矛盾 那在什么场合下 我们用枪的时候会 需要不致死的效果呢 那么在许多人群闹事的时候 或者是比如比如酒疯 所以这精神病人治出不了的情况下 我们使用防暴弹用 我们经常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 特别是一些这种动作片里面 能够看到一些射击的镜头 特别是还有一些电影 会做一些慢动作 这个子弹旋转着出去 特别的酷 那其实很多人对这个枪射击 发出这个子弹的工作原理 其实是不太了解的 冯老师今天带来了一些道具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 这个枪它究竟是怎么工作的 子弹怎么发射出去的 在这儿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子弹 你看这个像不像一颗子弹 这是我做的一个模型 这是在枪膛里面的一颗子弹 叙事待发 还是已经发出来了好像 没有 这是我给它打开了 我们可以看到里边 你从侧面看呢 它就是一个柱体 前面呢 有一个子弹头 对 现在打开里头 我给涂成黑色的 这是什么呢 就表示里边充满了火药 再看后边 这儿呢 我用一个螺丝 表示呢 这是一个特殊的装置 这个可以叫做底火 那这个部位 到底应该在枪的什么位置呢 就您拿这个 这个是子弹呀 我打枪的时候 我把子弹上到糖里 上到糖里 上到糖里以后呢 枪后边有一个针 用针敲击它这个子弹 后部的最中间 这里边的这个底火呢 就会点着 因为这个底火呢 它是一个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 就能够燃烧的 这样一种特殊的药 那么底火点着以后 就会使整个子弹壳里边的药 燃烧 发生爆炸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把这个子弹头 给顶出去 就是里面迅速发生了一次化学反应 对 剧烈的爆炸 里边产生高温高压的气体 把这个子弹头给顶出去 这个子弹头呢 就顺着那个枪膛飞出去了 所以要说枪的原理也并不复杂 它就是把这个子弹放进去 后边要敲击一下 它这个底火就可以了 飞出去的是子弹头 子弹壳再从枪里边跳出来 线弹枪的发射原理也是这样 但是它打出去的是多枚弹丸 造成的杀伤力也更凶猛 那么用线弹枪射击是什么感觉呢 杨老师 这把枪我能试着打一下吗 可以 可以是吧 您先教导我怎么打这把 好的 我给你做一下示范 好的 然后把枪顶时顶尖 顶尖 顶尖 顶尖顶时 然后呢 这个前腿绷直 前腿绷直 后腿向后 后腿向后 对 左手呢 拖着后腿 拖着 拖着后腿 然后呢 这个前面准形和瞄准板 和那个目标点 一致 三点一线 三点一线 然后开始拉动 拉动 然后就可以开枪了 这就上行了 上行了 就可以开枪了 好 好 好 这枪手也挺大 对 现在拉一下 然后上行 你看这个蹲着对 可以 可以 对 把重心放在左手上 对 身体先清 对 然后拉一下 在学到了一些射击技巧后 记者在15米左右射击松滑板 那么用这种枪械射击的时候 感觉会是怎样呢 就把枪打弯了以后感觉相当震撼了 它的威力是相当大的 对 而且后座力也很大 对 刚才这个枪头震了 顶的这块有点生糖 它应该在这个枪里面威力算是比较大的 威力比较大的 对 我们看到 简单枪的后座力很大 记者甚至无法保持平稳的持枪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 设计的结果又会如何呢 我这几发是明显全都打高了 对 这是 初始操枪人基本上都有这个问题 是吗 不会打得太准 如果熟练成多了 你可以打住 那么子弹是否像上一次那样射穿了松滑板板呢 全部都分 看来这个枪威力这么大的话 确实还不是什么场合用它都合适 只能发生枪战的时候 对抗 枪战的枪战对抗的时候 用这种枪 它威力比较大 能压制这个一般的枪 简单枪更加适用于 对持有枪械的犯罪分子进行火力压制 开枪 但是如果被这种枪弹击中 人即便不死也会受重伤 这样的武器又怎么能转型成 废弃命的防爆武器呢 97式防爆枪弹 如何将枪械威力减弱呢 我们又将用什么方式来测试这种武器的作用呢 请继续收看 杨惠普等研发团队成员进行了大量实验 终于找到了制造防爆武器的关键所在 经过研发者的艰苦努力 他们发现了将现弹枪的杀伤力降低的方法 并根据这个方法研制出我国第一代防爆武器 97式防爆枪和防爆弹 97式防爆枪主要由枪身 激发机 枪管 枪机组件 油体组件 五个部分组成 口径18.4毫米 这是基本枪 它采用了前后手柄结构 便于携带 因为枪身比较短 但是呢 不利于精确瞄准 没有肩托 这么握持它 这把枪呢 是把弹仓结构改成弹夹式结构 所以金融押运系统 每天频繁的更换装退子弹 这个弹仓结构呢 是子弹装在这里 每天都要推出 便于管理 这种枪呢 是改变了这个枪托结构和护木 便于呢 便于是精确瞄准设计 可以低肩 进行精确瞄准 但打的时候呢 后头的也可以用肩去抵消 比那个要舒服一些 也就是说相对来说 这把枪应该是打击更准的 对 咱们这三把枪相当于都是通过拉动这个来上子弹的 对 也就是说跟那把猎枪的结构比较像 这都是机统式结构 机统式机统式结构 用手动来实现装天子弹和退出 那么拉动的前护木就可以实现完成这几个动作 这一连贯动作 那它跟那把猎枪有什么区别呢 猎枪的枪管比较长 枪管的枪管比较厚素 虽然做出了一些改进 但是97式防爆枪仍然还是一种现代枪 对枪本身的改进 并不足以让枪械的威力出现实质性的改变 那么它的杀伤力究竟如何呢 杀伤弹是97式防爆枪 在应对于歹徒枪战时使用的弹药 这个红色的是杀伤弹 它的弹丸是金属的 这装了22指千丸 22指千丸 对 那它打出去的时候 这些千丸是一团成都打出去吗 对 它是一种散弹 一打出去一片 就随着距离扩大 距离的远近往上逐渐扩大 因此这种弹 适合这种枪战对抗的时候使用 压着对方火力 所以它不用精神瞄准 就可以集中目标 那么这种子弹的威力有多强呢 杨老师 这是杀伤弹 对 那就是相当于这是比较威力强大的 威力强大的 威力强大的 它的穿透力怎么样 穿透力非常强 非常强 在50米的时候能穿透松 比咱们就是说之前用那把猎枪的 比较接近 比较接近是吧 那咱们就看看它穿透力到底有多强 好的 可以试的 试试 一般来说 能射穿松木把板就意味着子弹带有杀伤力 我们来看看 97式防爆枪的杀伤弹 究竟会对松木板造成什么样的打击 松木把板被放在10米左右的距离 子弹已经上膛 杨卫普将枪口对准了松木把板 从慢镜头来看 牵制子弹冲击力十分强大 这一枪将松木把板打得木写飞剑 那么这种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呢 除了松木把板 我们还选用了另外几种形状不同 材质不同的目标 我们将目标固定在把纸的实环后面 这样一个复杂的目标 牵制子弹还能将它们全部破坏吗 摆好标把以后 杨卫普在距离目标10米左右的位置举枪瞄准 这一次除了考验枪械的杀伤力 对准确性也是一次挑战 杨卫普能一枪把他们全部打中吗 从慢镜头回望来看 子弹穿过松木把板后的威力 没有任何减弱 把板后面的目标被完全破坏 只剩下碎屑在空中飞散 970防爆枪的杀伤弹威力强大 具有很强的威慑作用 但是只有在面对极危险的情况时 才会使用这种弹药 那么怎样才能够控制住这么强大的杀伤力呢 970防爆枪研发团队 根据非致命性弹药的特点 开发出了橡皮材质的限大 这种叫橡皮散弹 它的弹丸也是散弹 但是是8毫米的橡皮球 橡皮球 对 它用来驱散大规模闹事的人群 用来驱散和威慑水 散弹 在远距离内使用 不会造成重伤或致死的现象 按照杨惠普的说法 它含有8枚橡胶弹丸 这种弹丸造成的伤害比牵制弹丸小得多 但是即使改变了材质 它毕竟是一枚子弹 这种子弹的效果究竟如何呢 要检验子弹的性能 我们还是得到拔场上去看个究竟 我们用97式防爆枪搭配橡皮线弹进行试射 同时用长管猎枪搭配牵制的猎枪弹 这两种子弹的效果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这就是咱们97式防爆枪的子弹是吗 是的 专用子弹 这是其中之一 其中之一 这是咱们昨天使用的那一把枪 他们俩的子弹之间有什么区别 这个子弹是橡皮散弹的 内部装的弹丸是橡皮球 橡皮球 这个裂弹的弹丸里是牵制的 国外用它来对付枪战持枪歹徒的时候 发生对抗的时候使用 这种弹的威力非常大 威力非常大 对 是的 咱们那就是现在咱们按照这个标板 是您昨天说的那种 就是说测试枪弹威力的标板 对 25毫米松木板 对 是吧 对 那咱们现在就实际测试一下 因为您说这个的威力小 对 这个的威力大 对 咱们现在也看不见 好 就是拿这个测量的这么一个标杆 好 然后来试验一下 好 看看他们俩的伤害 到底是在一个什么范围 好的 我们用两种枪弹射击松木把板 来检验他们的威力 首先我们用牵制的 猎枪弹射击 杨慧普这一枪 打中了把指 十环 从后边看 第一枪的散步范围很大 把板造成的伤害也非常明显 那么究竟多少弹丸穿过了松木板呢 我们把把指拿掉来检验一下 这还是威力凶猛啊 直接是 基本上 打的这个弹口全都穿了 全都穿透了 威力确实不俗 威力非常大 行 那我们再看看 如果要说不把它打穿的那种子弹 什么效果 像笔伞弹可以看 像笔伞弹 前置子弹仍然毫不费力的 就穿透了松木板板 那么 橡皮线弹 有没有怎样的表现呢 刚才咱这把枪 把这个把 直接打穿了 是在多少米距离打的啊 在十米多 在十米多 对 好 那现在咱们在同样的距离 试验一下 这个橡皮线弹 到底会不会把这个把 击穿 应该不会 咱们试一下 应该会 咱们再打一箱 试验 杨慧铺将橡皮线弹装进了枪膛 为了让啄弹的影像 更为清晰 我们在标靶正面 贴上了一张白纸 子弹将会在一片 混白的靶面上 留下 清晰的图像 这一枪命中了 把板扣上的部分 从回方的影像来看 橡皮线弹的八枚弹丸 全部都落在了把板上 不仅如此 子弹的弹拖 也在飞行中 击中了把板的下方 那么 橡皮线弹 对把板造成的伤害 又是怎样的呢 所有的子弹 咱们全都是 是镶在这个木板那边 但是没有击穿 没有击穿 后边没有击穿是吧 我们看一下后边什么样 确实是后边 看着还跟新的一样 对 这个 就没有穿透 就不会对人造成重伤 没有穿透就不会对人造成重伤 对 就是在十几米的时候 能打的这个车头 能打的 威力比那个小的很多 对 子弹带着火蛇 飞出了枪膛 虽然使出凶猛 但是子弹造成的伤害 却不是很高 与之相反 牵制猎枪弹造成的伤害 明显高出了许多 但是 只用一种标靶把测试子弹 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 但是就这块25毫米的松木板 其实试一下 也挺硬的 对 人体的话 比这个要软多了 对 是吧 对 所以就是说您说这玩意儿 箱的这里边就不会打穿人体了 对 这个我觉得咱们还是 是不是在找一个更接近人体的这个方式 可以 可以 松木标靶毕竟是一种单一材质的标靶 没有表皮和器官这种概念 那么 如果我们换用一种被表皮包裹着内在结构的物体当作标靶 结果 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使用西瓜这种 由着一层较厚外皮的水果进行测试 看看 两种枪在击中它时 会有怎样的效果 首先我们来看看牵制猎枪弹的两线 西瓜悬挂在正前方十米左右的位置 杨慧普用威力强大的线弹枪瞄准了面前的目标 通过高速摄影捕捉到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西瓜在被子弹接触的瞬间爆开 几乎全部被打成了粉碎状 连一个比较完整的碎块都没有留下来 如果将画面分解来看 西瓜并非是在子弹接触外皮时发生爆炸 爆炸的中心在西瓜内部 说明子弹首先穿透了西瓜的表皮 通过破坏西瓜的表面张力和内部结构 引发巨大的伤害 那么使用橡皮线弹在同样位置设计同样目标的时候 结果又会怎么样呢 记者虽然已经试用过线弹枪 但还是第一次接触97式防爆枪和橡皮线弹 他提出自己来替杨惠普射击 西瓜被子弹擦中 表皮受到了一点损伤 但是如果没有击中中心部位 西瓜没有受到大的损伤 就好像是擦破了一层皮一样 但是如果橡皮线弹在完全命中的情况下 又会有多大的威力呢 还是让射击经验更加丰富的杨惠普 来试射橡皮线弹吧 橡皮线弹这次击中了西瓜的中心部位 但是这一次西瓜并没有发生爆炸 从回放镜头来看 子弹只是击飞了西瓜的其中一部分 并没有在西瓜的内部释放能量 你看这个刚才咱们有裂弹打的时候 这个西瓜是直接一箱就碎了 对 但是这个打完了以后 相当于是 这么一个缺口 一个缺口 对 后面少一块 因为西瓜比较脆嘛 也是 所以就是说如果要打人的话 这个确实比它更低一点 比它低了很多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画面中 两者被击中后的不同反应 钳指线弹逐弹后 有明显的从中间爆开的趋势 说明子弹是穿透表皮 在内部发生作用 造成的伤害巨大 目标连一小块完整的碎片 都没有留下 完全被摧毁 970防爆枪 搭配橡皮线弹射击目标时 啄弹后造成的伤害 并非全面性的 而是啄弹点部位伤害较大 离啄弹点越远的部位 受伤害越小 说明子弹被表皮 消耗了大部分能量 因此只破坏了 目标被击中的部分区域 相对来说 伤害减小了很多 当重大危机来临时 防爆武器又该怎样应对 实战当中防爆枪弹 表现又会如何 欢迎收看 假如刚才我们设计的对象是人体 牵制线弹的弹丸会打穿表皮 在内部释放能量 对皮肉保护着的器官造成巨大伤害 而橡皮线弹将弹丸数量减少 并且将材质改换为橡胶 减小了对表皮的穿透力 好 刚才我们看到了两次射击实验的对比 我们发现虽然射击距离是一样的 打的也都是散弹 而且都是结构类似的滑糖枪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效果差别还是挺大的 这是为什么 彭老师 这个主要在子弹的材质上了 因为一种使用的是铅弹 就打出去的散弹 一个一个的铅弯 那个打出去的是橡皮子弹 所以这个就差别很大 一个金属的 一个是橡皮的 你像我这儿拿来了两种材质 这就是橡皮 我们可以试一试它的手感 这个是钢球 很软很有弹性 你也可以试试它的手感 这个比较硬 对 如果说它对物体进行打击 跟橡皮对物体进行打击 你可以体会到 它这个材质不同 对打击效果的影响 所以我们说 这个子弹它的威力 不光是要看枪 还要看这个子弹 所以我们说 如果说只有一种子弹 来适合这种枪去使用 那还是不够的 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 研发出不同的子弹 以应付不同的局面 所以我们说要控制好 这个枪射击出来的杀伤力 既跟枪有关 也跟子弹的有关 特别是子弹的材质 对 对 虽然九七式防爆枪 配备橡皮线弹 部分解决了 威慑力和杀伤力之间的矛盾 但是如果当犯罪分子 以建筑物作为据点 富于顽抗 橡皮线弹在外围的威慑 很难发挥作用 如果犯罪分子持有武器 传入其藏匿地点 会让执法人员 面临很大风险 那么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九七式防爆枪 有没有办法呢 这是催泪弹 它打出去是一个弹丸 就是这个弹丸打出去 出去之后 落到目标之后 这个弹丸发出的白色烟雾 烟雾里携带催泪剂 用它来刺激人的眼睛 呼吸道或者皮肤 刺激的非常 有一种着痛感 用虚散作用 主要让人受不了 就离开这个地方 那人吸了这个的话 会有什么不良反应吗 主要是流泪 流鼻涕 皮肤和呼吸道疼 疼痛感 那它会不会产生一些 比如说肠肌的症状 或者后遗症什么的 这个不会 比较安全的 这个国际国外 比较通用的一种催泪剂 原来这九七十防爆枪 除了可以当枪用之外 还是一个小型催泪弹发射器 研发团队为这种枪器 配备了专用的小型催泪弹 那么这把枪 在作为催泪弹发射器的时候 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这种催泪弹的话 打什么场合用的 主要用在这个驱赶 躲藏在建筑物内的 室内的不出来的这种 把它驱赶出来 你比如宰徒在室内不出来 那么怎么办 你又进不去 它有武器 那这时候打发催泪弹 那么把它驱赶出来 在对付外边是人多的时候 也可以多发 发射多发催泪弹 也有驱散作用 驱散效果 也非常好 这个具体打出来 是个什么效果 这个可以打一下眼神 看一下 咱们现在这个绑道是五十米 如果打过去之后 你看一下发现效果 好的 行 那咱们就打一发试试 好嘞 催泪弹 催泪弹落地后 马上就产生了大量的催泪瓦斯 只是一小会儿功夫 就发散出一大片烟雾 没想到 一枚小小的催泪弹 居然隐藏了这么大的力量 不到半分钟时间内 催泪弹掉落的地点 被一大片烟雾笼罩 按照杨惠普的说法 这种催泪烟雾 具有非常强的 皮肤及呼吸道刺激效果 没有防护措施的人 根本无法待在 烟雾笼罩的空间内 在对普多藏在据点内的敌人时 催泪弹可以用刺激性烟雾 使犯罪分子陷入混乱 将它们从藏匿地点驱赶出来 然后细细抓捕 好 我们看到这个97式防爆枪 除了能够发射散弹之外 还可以发射的一种催泪弹 顾名思义 我们知道催泪弹 它目的不是为了致死致伤 而是为了驱散 那么它怎么催泪的 这个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 催泪应该说 里头有一种特殊的气体 它放出来以后 人对它就产生流泪难受 这样的感觉 现在就是我们利用这个枪 把这个能够催泪的气体 给它放到犯罪分子那去 所以它应该是这样的 在发射出去以后 它就进行点火 等它到了落地以后 这个外壳给它烧没了以后 那个气体就露出来了 就散发出来了 这个气体一出来 那么周围的人就受不了了 就是我们说的催泪瓦斯 就是催泪瓦斯 所以它就可以放出这个催泪的气体 那么我们要评判一种催泪弹 是不是合格 是不是只要它能够释放出催泪瓦斯 就是成功的 我们说这个只是一部分 因为你比如说犯罪分子 它可能藏在各个阴暗的角落里面 比如说它就躲在屋里头 这时候呢 你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催泪弹 送到它那个周围去 它如果在一个山洞里 你要送进去 它如果在屋里 那你就要想办法穿透玻璃 把这个催泪弹送进去 所以还是跟枪有关 你得把这个子弹 不管是什么子弹 把催泪弹也是一种子弹 得送到那个躲藏的空间里去 对对对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种催泪弹 它具不具备这种完备的功能呢 接着去了解 催泪弹发挥作用的前提 是子弹必须进入犯罪分子所在的空间 如果玻璃窗等物将子弹阻挡在外面 催泪瓦斯就不能将犯罪分子驱赶出据点了 如果要说往室内打的话 一般室内都有个窗户啊 玻璃啊什么的 能打得进去吗 应该能打得进去 因为咱们这个主要设计的目的就是对50米之内的窗户 那那个普通两层玻璃的窗户能打进去 两层玻璃 对咱们因为东北比较冷的情况是两层玻璃 那么在关内呢都是单层玻璃 所以它能打破两层玻璃进屋正常发现 那咱们就实验一下呗 看看它到底是不是像您说的能打破玻璃 然后进来打到室内 好的咱们试一下 好的 一般来说房间采光和通风用的玻璃窗是催泪弹最好的突破口 那么催泪弹是否能穿透一般厚度的玻璃 然后正常发射催泪瓦斯呢 咱那边现在就摆了一扇玻璃了是吧 对 那扇玻璃的话是有多厚啊 三个毫米的普通玻璃 三毫米普通玻璃 然后呢您这是从哪个位置打 大概离它有多远 20米 20米 能一箱给打碎了吗 没问题 没问题是吧 行 好嘞 那就看看 来咱打一发试试 好的 好的 催泪弹毫不费力地穿透了单层玻璃 我们看到子弹在进入玻璃的时候 速度和方向几乎没有发生改变 说明前进道路上的阻挡 几乎没有对催泪弹造成影响 穿过玻璃的催泪弹情况正常 通过玻璃时产生的冲击 并没有让它的机能受到损伤 看来这样的阻挡确实难不住催泪弹 您这个玻璃是直接中间打出一洞来 对 直接穿透了 看来打一层玻璃 穿透力还是挺强的 一点问题没有 那么如果再加一层玻璃 结果又会怎样呢 两层也没问题 两层也没问题 您刚才也说过咱们东北这边的话比较老 因为这都是双层玻璃 对 都是双层玻璃 双层玻璃 两块 三毫米 对 那咱再打一试试呗 看您这是不是能把这两层玻璃全都给穿透了 没问题 好嘞 前边这个破坏的就破坏的比较多 对 后边是一个比较小的这么一个 对 两层玻璃离得比较远 九七式防爆枪弹如何将枪械威力减弱呢 我们又将用什么方式来测试这种武器的作用呢 请继续收看 外发明 已到制报 翠雷弹依然打穿了面前的阻挡 但是两层玻璃的阻力明显给它造成了一定的麻烦 从高速摄影捕捉到的画面看 只有一层玻璃时 子弹穿过前后的速度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飞行出很远后才落地 但是击穿两层玻璃后 翠雷弹开始打撞 飞行轨迹也出现了明显的下落趋势 咱们两次全都是在20米这个距离打的 对 那如果咱们给它加点距离吗 可以 给它加到加一倍的距离 没问题 40米50米都没有问题 都能打穿了 对 都能打穿了 但是说枪法的话 您会不会不太好瞄啊 远了是有这个问题 有枪法问题 但是您要是说打的话 有信心能打中吗 有信心 有信心是吧 一枪打不上两枪 好的 那咱打 打一会试试 好的 提高了一倍的射程 催泪弹依然可以打破两层玻璃 但是刚才我们全都是从正面开枪射击的 如果条件限制 枪手不能从正面射击目标呢 但是有的时候这玻璃 咱也不是说每次都这么着正面直直就打过去 它有时候有一些射击条件限制 咱就得从一个有角度的地方去打 那比如说咱们这个玻璃在一定角度之内 还能把这个玻璃打透吗 因为这个玻璃上面如果带角度就有偏斜了 对 您觉得这样的话好打吗 这样是相对有一定的难度 咱们快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 您觉得能打透吗 应该能打透 应该能打透 好嘞 那咱到时候还是两块玻璃 给它摆点角度 好的 好的 催泪弹本身并不是用来攻击的子弹 而且从刚才的实验来看 催泪弹在穿过两层玻璃时 受到的阻力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催泪弹究竟能否穿透 带有角度的玻璃呢 我们将两块玻璃摆成与射击位置 约30度紧倾斜 您觉得您这枪把 一枪把这两块玻璃打穿了 试试吧 试试 因为现在有40多米 好 好的 好 看来两块玻璃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前边这还是个孔 好玩这直接就给打得 直接就打碎了 四分五裂了 大王直接过来的 这就刚才咱打过的那个 对 那么 970防爆枪专用催泪弹的极限穿透力 是多少呢 能够满足打的时候打在房间那样 正常发烟组这个作用 但是 比如说像咱们这种 催泪弹 它的极限穿透 能打出来多少块玻璃 这个还真没有试固 因为这两层玻璃是在东北 比较冷 要的寒度 不是双层玻璃 要多一些 所以说咱们就把它定在双层玻璃上 也就是说具体能打多少块 您也不知道 也没有试过 这种东西 咱们试试看 可以 咱们可以做一个模拟性试验 是吧 行 那咱到时候多挂几块 好的 试一下 好的 这次我们决定一口气 加大挑战难度 将玻璃的数量增加到五块 五块都是三毫米厚的玻璃 这个 五块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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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咱们就看看 到时候那个 催泪弹 能不能一下把它 全部都穿透了 好的 试一下 极限穿透了 对 您现在怎么样 这个有信心吗 这个不一定 我们没试验过 不一定 行 那咱们就 初次尝试一下 好 尝试一下 杨慧普要从40米距离 设计这样一个目标 这是对催泪弹 极限穿透力的挑战 开张 一四块玻璃 后边两块 全都 地板上往后无损 对 那杨慧普您觉得 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一个是 这个子弹的能量的穿透力 最主要的还是这种 这种悬挂式的 这种 这种 抵消 它是能量 抵消 抵消比较大一些 如果固定上的 可能还能多穿一看 多穿一看 对 固定的玻璃 相当于这个 它打的时候 它一起在 每个往后走 对 运动一下 就把它 觉得点类似于泄力了 对 本身这个弹弯的能量 也比较小 不是 只要穿透了两层玻璃 就可以够用了 一般就两层 三层 最多三层玻璃 咱们用的时候 也够用了 那么能量再大 容易打 碰箭在人身上 也造成伤害 催泪弹的威力极限 大概能破坏三层玻璃 在分析子弹 击碎玻璃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 子弹在接触目标前 一直向前飞 在经过第二块玻璃的时候 已经开始打转了 击中第三块玻璃时 子弹向前的冲击力 会消耗殆尽 从玻璃的碎屑中 开始掉落 没有能够 穿过更多的障碍 催泪弹如果真的具备 过于强劲的传透力 它就会超过 非致命性弹药 所需的威力 催泪弹本身是为了 驱赶敌方目标 而非用作伤害武器 所以威力始终 才是更好的选择 咱们这个催泪弹 打玻璃打进室内 效果看来是 没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咱们想在室外 布置一种 比较大型的这种烟幕呢 那样的话 咱们应该怎么用这把枪 就是用多把枪同时发射 多把枪同时发射 就可以去对付大面积的场景 九七式防爆枪的催泪弹 单发可以让催泪瓦斯 布满一个房间 但是如果战斗 发生在室外的情况下 催泪弹又能否发挥作用呢 按照杨慧普的说法 虽然一发催泪弹的效果有限 但是多人配合发射 多发催泪弹 就可以布置大范围的催泪瓦斯 即使是在面对多数敌人的时候 也可以发挥作用 那么我们何不对此 什么叶一番呢 我看咱们现在这已经有两把枪了 对 那您愿不愿意就说 咱们俩合作一回 好的 咱一块 我用这把 您用这把 然后咱们打这边 这么一个环境 好的 咱们去打一下 到时候给它布一个 您说打多少发合适 每人打五发吧 每人打五发 连续发射 连续发射 看看这个前面这个 这个有多大面积 您体验一下 行行行 为了看到这个效果 咱们打采烟的 采烟 蓝的红的 和白的三种颜色 就是颜色不一样 变区分好看 实际上打出来的话 效果跟那个 真实烟雾弹 烟雾的效果是一样 跟采烟雾弹是一样的 好的 行 那咱们再打一发试试 好的 来 开始 开始 筐 摆烟雾弹 散发出彩色的烟雾 摆烟雾 一次的噴射量 在半开放的空间内 能形成一小片烟雾 受锋利影响很大 但是多枚催泪弹一起发射 就可以控制一整片区域 我们可以看到 随着锋利 模拟催泪瓦斯形成了一整片岩幕 虽然一枚催泪弹所能布置的 电雾化的引线 但是通过多人设计多发子弹 催泪弹开始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旧骑士防爆枪配备的杀伤弹 是千只弹板 具有比较强大的威力 适合在枪战中压制一帮火力 橡皮线弹由巴黎橡胶弹丸组成 是一种非杀伤型紫弹 适合远距离驱散暴乱人群 催泪弹既可以穿透多层玻璃 在室内释放催泪瓦斯 也可以在露天布置催泪烟幕 驱赶暴力分子 多种子弹可以应对不同的情况 实现一枪多用 好 我们看到这款97是防爆枪呢 还真的是一枪多用 很实用 你看在没有遮挡的地方 我直接如果说我不想致重伤 或者是打死对方的话 那么可以用橡皮子弹散弹 那如果说是对方躲藏起来的话 我可以通过这个催泪弹来进行驱赶 把敌人引出来 当然我们说如果这支枪只具备这样两种发射能力 它可能还有不够的地方 比如说在一群人当中有一个犯罪分子 说我要制服他 这个怎么办 另外其他的一些环境可能更复杂一些 这就需要我们这个枪呢 能有更强的功能 比如说他从众多人群当中 把那个坏人给他治伤 或者呢其他的一些条件 我们要想满足的话 这个枪他还有开发的这个潜力 也就是说彭老师呢 对这个97是防爆枪呢 还有更高的要求 应该说他还有空间 能不能研究出更加完美的功能来 应对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 好 那我想在我们的下期节目当中呢 没准能够解答彭老师和观众朋友们的这些疑问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就暂时到这了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发明要跟我们分享 欢迎发送字母T到106699991 也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新浪微博 今天再次感谢彭老师来到演播室 给我们做精彩的讲解 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这一期的五爱发明 欢迎继续关注科教频道的其他节目 当重大危机来临时 防爆武器又该怎样应对 实战当中防爆枪弹表现又会如何 欢迎收看五爱发明 已到之报 下 下